是台大 台大 台大毕业的 强调台大医学院毕业 当过堂堂卫生署长 图醒哲自豪自己很专业 但对连胜文遭枪击 竟然是这样推论 这个我们不能排除说 有高人质点 从什么地方进去 从什么地方出来 会造成最小的伤害 但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不会打到血管 不会打到心脏 不会打到大脑 也就是说要让他受伤 不让他死亡 这种打法是非常困难的 比要让他死亡还困难 连胜文被医界认为 幸运程度百万分之一 但却被独醒哲推理成 勾人指点 第一时间帮连胜文治疗的 台大创伤科主任柯文哲 回呛 我亲眼看到伤口耶 我是看过伤口的人 所以我知道说 那真的是一枪啊 那你说 那你问我说好这么快 没办法 就刀开好了就好了 不然这样 你要打六给他吗 柯文哲气到想打电话骂人 因为图醒哲把整个台大都骂进去 俨然质疑台大专业性 台大有没有故意把这人 他的病情跨大 然后呢 恢復的太快 让大家非常惊讶 这个没办法 那就是刀开来好 不然怎么办呢 你要打到脑袋 就一个伤口 补一补就好了 不然这样 柯文哲拿真正 清零现场的医学专业 和第一手资讯 翻播图醒哲 这位政治人学长的 揣测性语言 第二手资讯